而在台北市中正区有个男子 他骑着脚踏车 在经过水源路跟师大路口的时候 因为不满指挥交通的远警 没有把车子停下来 优先让男子来过马路 随心声不满 直接怒呛远警 甚至还飙出了脏话 最后被依照妨碍公务的现行犯 将他带回警察局来征讯 而事后他也被起诉 后来发现他是在台北自来水处 任职十多年的工程师兼股长 如今吃上官司 人车众多警方指挥交通 这时白衣男骑脚踏车 靠近似乎对远警执行勤勿 相当不满 警方什么话都还没说 男子滔滔不绝讲个没完 甚至大声怒呛 你叫什么名字说出来嘛 不敢讲嘛 有什么我不敢讲 你警察就是烂 对啦 你最棒 超级烂 严刑举止完全不把警方放在眼里 事发在台北市中正区 七月二十五号下午五点多 当时游戏男子骑脚踏车 从斑马线上过马路 却证为远警没有把右转车辆 蓝亭悠闲让他通过 因此他心生不满之一又呛瞎 但伯利是大人 不是省油的灯 当场将他依妨碍公务罪代回 并依法起诉 不过更扯的是他其实同样也是一名公务员 这名游戏男子是来自自来水处研发股的工程师 当时他被带回派出所后 不止没有乖乖反省态度还相当恶劣 游戏工程师在职十多年平时上班认真 跟同事相处融洽 但身为公务员却不好好守法 当街呛警行为实在夸张 个人下班后的这个私人行为 但是确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可取的 所以这个部分据主管的了解 他个人那一声比较懊悔 人证事相关单位联系 我们尽快在下个礼拜 召集这个会议来延伤 是否有相关陈出的问题 男子下班后因为一时情绪失控 口出恶言害得自己吃上官司 实在得不偿失 记者游乐委姚亦婷台北报道